會不會 我覺得也沒有這個感覺 沒有說很尷尬 因為你一尷尬就很難做得好那件事 還有只要有一個人尷尬 你其實就很難呈現到那一場 我又是要甜蜜的 其實就很難甜蜜給別人看 還有不尷尬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對手也很好 他們都是很想事情好 又很願意溝通 我是拍Edan的 Edan是真的很幽默 他真的很好笑 變相你拍戲的時候 就算是拍這些場口 你們都是在想怎樣做好一點 怎樣可以令觀眾投入一點看我們 然後沒有了那種尷尬的氛圍 現實喜歡不喜歡這種男生? 好像說很搞笑 現實喜歡不喜歡這種男生? 我覺得幽默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覺得那種不會令人尷尬的幽默感 是非常之厲害的 紮偶條件嗎? 我覺得專一 專一、孝順 孝順 善良 是 遇到戲嗎? 我有的,我有男朋友 哈哈哈 剛剛合適你的影片 是的 很好啊 是的 拍了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四年了 我還沒想起結婚嗎? 這些遲些才想 哈哈哈 你呢? 我還沒找到的 沉迷當中的 單身的? 單身的 是的 雙子真的沒試過 但小時候的媽媽真的擔心我會嫁不出 然後又說過可能鄰居那邊的兒子 但是沒有去到的 因為他只是說一下而已 但是我想如果真的要遇到雙體這些事情 我都應該會好像影師那樣不喜歡 是的 他有沒有說過雙體呢? 我覺得 因為我又不是很急著結婚 然後現在又真的很想 多些放時間在善業那裡 因為剛剛也算 開始 多一點點工作 所以都 會怕 會不會 雙體、拍拖這些事情 會沒有時間去兼顧 所以 可能現在 還不是一個雙體的合適期 哈哈哈 我覺得其實很多偶像劇 都是很離地的 就是很多事情發生的因由 你都覺得你現實生活中未必經歷過 但是正正是因為這樣 我們 就是當你人生真的沒有辦法經歷 你去看劇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原來這件事是這麼有趣的 就是 可能真的 連我和Hana都沒有經歷過雙體 但是當我們看這部劇的時候 就發現 原來雙體是這樣的一回事 原來是會搞這麼大的事情 原來是兩家人 是這麼認真的 這些事情我們不知道 所以 我覺得 可能未必是有共鳴感 但希望都給大家新鮮感 對 不是想離不離地 因為始終本身 知道社內相親這件事 其實是她本身是一個韓國的漫畫改變 嗯 始終我是一個看漫畫的人 就是有很多事情都其實 如果你看漫畫 你不能去判斷 你不會覺得她是離地 因為這是一個作者去創造的事 一個世界觀 一個世界 一個這樣的地方 這些人就是發生這些事 我不會判斷 那件事 不是跟現實相似 因為她是漫畫 而社內相親是漫畫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大家去看的時候 不要用那種 我是打算看一般的正劇去看 寫實劇 不是寫實的東西 我做都不能當自己是好好的寫實的劇去做 因為我們一開始沒有劇本 所以一定要先看一套劇 去了解角色 我們說 當然了 當然了 我說 我剛剛也是這樣問 其實也不能夠 因為其實當我看完韓劇 就知道 她真的很可愛 很漂亮 對 今世正 又漂亮 又能夠持續的角色 我覺得很難去比較 因為如果要比較 就要重新出個世 我們要投胎了 其實 這些是我們能力範圍以外的東西 我們能力範圍以內 只能盡力做好 對 怎麼都會有的 但想過不接 反而是害怕 不是害怕比較 是害怕自己未必適合做這個角色 或者可能對於我來說 會不會有更好的人選 始終我又不是一個很喜愛的人 這個角色可能要帶給別人一種很溫暖 她也是一個很... 其實你看到她 你會覺得很可愛 這個角色是很得人喜歡 嗯 所以為什麼CEO才會愛上這個鄰家的女孩 就是 在CEO的心目中 她是一個與別不同的女孩 但是 我一開始也會擔心自己未必可以做到這個感覺給別人 但是 但是 就是 在困難中 做不做的時候 就覺得其實 就是因為覺得有這個困難 我才更加要去做 嗯 可能我覺得很有安全感的角色 就是 對 就是自己都覺得好像 是時候要走出 就是 不要靜 其實我也接受所有角色的 就是我一直以來 我都沒有真的怎麼推 沒有推過任何東西 對 就是我有什麼都會試 那 只不過是有一種 害怕 就是會有一種我未知的害怕 因為始終沒有接觸過這些類型的戲劇 沒有接觸過這樣的角色 還有它是一個韓版的改變 就是種種很多原因都會令我覺得 不做當然是安全 不做就不會被人說 不做就沒有人比較 但是我覺得 對 就是 自己都不想 就是 就是 還有可以試一下不同類型的戲劇 不要的 因為我們都沒有打算跟原住之類 但是 有些劇情上 可能因為是說 那個劇本上 我們都要經過韓國的審批 那有些事情就一定不能去改變 但是我覺得我們就是因為拍港版的原因 就是 大家希望可以 原來 如果社內相親這個世界 在香港發生的時候 會是一件怎樣的事情 因為始終 所有角色都不同的了 那 韓國是 可能是韓國那個版本 我覺得香港 都希望 有一個很local 很香港人的版本 給大家看 其實我又 不會平反呢 又不會平反 我覺得這些是每個人的審美 還有每個人喜不喜歡 但是你說 我不會擔心比較 其實沒有過你做任何事情 就算我不是拍這套審美的翻拍 我拍這套劇 和我拍上一套劇 那些人都可以做比較 我做主持的我 還有我做戲劇的我 那些人都可以做比較 就是 比較它是無處不在的 但是如果我為了避免這個比較 而不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讓大家看到更多的面向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 這次是 就算知道可能會是比較 或者知道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 preference 也好 都很想讓大家看到不同的面向 還有很想嘗試這套劇 因為對我來說 這套劇很蒙幻的 我自己很喜歡原版的 所以有這個機會去做 就是 我覺得那一刻的我們 是盡了我們那一刻的能力 當然可能下一年的我們又會再進步些 可能拍出來會再好些 但是我覺得我們四位演員 是無論 就是心態上 還是能力上 我們都做了那一刻 最可以盡力給大家看到的 所以說 有比較我們會接受 但是我無悔 嗯 壓力一定有的 因為大家都想那件事好 都想可以做到一套 大家看完之後會覺得又浪漫 又輕鬆又好笑的戲 但是怎樣可以呈現到 我們拍攝的時間又很緊湊 那好像Hana 說 我們一開始沒有劇本 所以種種 我又比較少拍攝經驗 就是我不想做老鼠屎 就是我都會有那個壓力在 但是 那件事就是跟他們去溝通 就是跟Hana 或者Edan 跟導演去溝通 其實他們給了很多安全感望 而且也有去實戰的時候 告訴我 原來拍攝是這樣 可以這樣拍 因為這個真的 我算是第一套 由第一集都會出現到第15集的戲 所以是一個很新鮮的經驗 但是這種壓力都很過癮 其實是很過癮的